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本次更新 然后今天常会暖说 那我要来做一下这个片子 那这个片子是FS5拍摄的 然后整个是在棚里面 然后进行一个侧拍 质感就是 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们这样看的话 还可以 其实很多片子都这样 拍坏了 那天我去了香港 去香港过圣诞节 然后把机器给了助理 这一单是助理拍回来的素材 先分析一下 先分析一下 成片的话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因为你们先看到的是一个成片的颜色 那如果说正常手机里观看的话 你们可能看到的是 电脑段看到的差不多这样 如果你是用手机段看这个视频的话 差不多这样 那其实静态的看还可以 所以说 有的东西其实不是不能用 就是你做好之后再做酷炫的转场 其实也可以稍微带掉的 这边主要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对于这种已经拍坏掉的 这种暗系的这种素材 我个人的一些比较暴力的拉回的一个方法 好 我们直接开始调色 原片是这样的 整个的脂肪图可以看到 基本上像素都在这边 而且有很大的一部分 你看 暗部的一些内容已经丢失了 所以我做的第一步 对于这种素材 我做的第一步是直接拉上来 可以看到 很惨 很惨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对比度还出来 恢复点高光 恢复点暗部 但是很明显 你看 如果我在做暗部的时候 整个的 伺候机拉的很厉害很厉害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根据自己的 稍微拉一点 这边不顶天立地的原因是因为损失太厉害了 拉扯也没有意义 而且后期做的话基本上也是往暗期去靠的 拉起来的原因 只是为了自己在选颜色或者调颜色的时候 能把层子给做出来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一步我们要先把降噪做掉 已经降噪不做 后面取色一塌糊的 开较好开大一点 这也没关系 那对于这种素材 没办法开大一点 然后会发现很明显的涂抹 这边涂抹会比较严重 然后我们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锐度加一点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把锐度加一点 这样子如果是你在手机上观看的话 会稍微好一点 加不加锐度的话会差的比较多 那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些常规操作 我们可以去选择皮肤 那这边其实皮肤还是比较好的 那这边皮肤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就是衣服 但是这边的衣服可能和背景 融的就比较多了 整个的背景和衣服 在这个曝光下的像素信息 基本上都是吃在一起的 所以宁可就把它放在一起去调了 好这边我们不对衣服做调整 然后直接对明度做调整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蓝吧 这个应该是 就完全看不出这个是什么颜色 那这应该是紫 我们把紫色突出一点 然后把这一块的绿色我们往上再突出一点 然后 固子的颜色 看这边会达到口红 好慢一点 然后我们粗略调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个新的矫正器 然后这个矫正器还是一样 是做那个结构的 这里我们点下皮肤 点下头发 点下这种黑的地方 再点下屏幕中最亮的高光部分 手表也可以 发现高光部分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主要做的是这一块 我们要把这一块做下来 好 然后整个画面 这里就已经偏色了 先不要管 整个画面的脸色 先把脸色弄得稍微粉一点 这边要做得快一点 就不对细节做阐述了 好现在是个样子 然后结构做完之后 我们去到下一步 然后选取这个明度 我们按照亮度来调色 我们把暗部的一些像素选出来 好差不多是这样 好差不多是这样 我发现了 其实这部分的内容是最黑的 那最黑的内容 我们就让它 它其实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点显黑了 我们可以把最后的地方 再做黑一点 那这样它的那个质感就不会显灰 就可以稍微有质感一点 好把它处理到黑色之后 我们在这一步 最后一个地方 把暗部的饱和度降到最低 那这样子保证它这边暗部 不会偏色 然后我们再产一个 这里的一段做什么 把那个前面纯黑的地方 加上背景 尽量不要带到衣服 尽量选择多一点的背景 好发现画面很平啊 选色的时候就感觉画面其实很平 好然后两个亮度的画 其实我们选择一点点的像素 只有在这个区间内 那大部分的像素还是被停留在这个区间内 然后我们要进行一些降噪的一些基本处理 纯黑的地方就尽量不让它偏色 然后就是去动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偏色 好然后我们在最后开一个节点 那这个时候其实除了基本的颜色 那你还可以对一些色温 进行一些你所需要的偏色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其实做到现在 我发现这个地方的饱和度啊 其实不是特别好 我可以最后在前面的节点 加一点饱和度 然后让整个颜色的饱和度再往下跑 好然后准备在一开始的地方再改一下 虽然会没有取色 这边我就偷懒了 直接去改 这边的颜色 好然后在最后一步 基本上就是套一个常用的 Lets 如果你要直接偏色的话 你就把这些暗部 进行偏色或者是用那个曲线 点击暗部直接拉 如果说你想要快速去把你的颜色做好的话 那做到这步的时候啊 就做到这步 差不多做到这步的时候 你可以单独的去对应的肤色进行一个保护 好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去选取一点像素 那然后把这些像素先进行保护 看到这边取色已经非常恐怖了 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取到 好我们先不用管 直接把音取到什么都打开 那后期一定会造一定会造 所以我们先不要太关注这个 然后我们去到后面去套用一个自己 好平时用的这种Lets 好可以是这个可以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太蓝了 那如果一定要用这个的话 我可能会在前面这一步 做尝试去变动一下它的色温 好比如说像这样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变动一下它的色温 那同时在这边的曲线 那然后继续控制一下 我在前面的控制的一些音调 好让暗部的像素重新录出来的 然后就是在最后这个部分 去控制一下它的输出 最后再提一下 然后整个调色啊 其实也是要看状态的 那之前做了一版 之前做了一版 然后就调到一个差不多的画面 给你们看一下 差不多这个画面 那之前做了一版 这个是我刚做的嘛 这是我刚做一版 然后我之前做的一版在这里 然后我切一个滑像机来 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之前做的那版 其实有的时候我喜欢这种 但是有的时候我喜欢这种 我更喜欢我上一版调的影调 就是我上一版调的影调 如果我现在在做的话 就是把暗部再往下压一点 把防这个位置 然后肤色其实 肤色其实我更喜欢我这一版错的 但是这个绿我倒是喜欢上一版错的 所以我在这里的一个蓝通道 按住屏保持 然后下走一点 来保持这个绿 然后我又回到这个质感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其实你如果过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我这个调的好像很残酬 再调一遍 再调一遍 都是这样 好作品都是这样慢慢来 当你觉得推不翻自己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片子输出了 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我觉得我已经把它旧的已经比较不错了 如果让我再旧好的话 我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 这是我对一些高危的素材的一些分享 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再做个滑向 这个时候我觉得 那这次是我调的好了 所以最后的一些问题 是处在一些饮料上面 对于这种已经黑不溜缺的素材 那我们直接就把饮料给做下来 不要让它再回来